庶民的大百姓是投家 欢迎收看庶民大投家 来关心六月份的时候 澳门就发现 台湾有输出 Delta变种病毒的案例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指挥中心都还说 我们没有升级的条件 所以入境普山 还是坚持只做半套吗 另外疫情在一起 接下来5倍确认该怎么用呢 而现在看到政府 竟然抛出了新议题 要拆老奖的铜像 难道这样子可以 对抗Delta病毒吗 是不是要转移 缺疫苗的焦点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 市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陈永德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谢韩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云一好 大家午安 本土今天新增两例 包括了台北市松山区 有一个就读国一的小朋友 另外装修工人和埃及爸爸 进出大楼的时间点 几乎是没有重叠耶 难道社区早就有多条 隐形传播链了吗 本土的病例这两例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台北市站立 松山区的一个国一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进行相关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请客 相关学生的隔离 现在都在进行中 新北市有一例 那是在要去看病的时候 那检查出来的 那相关的疫调还在进行中 想要请问 因为其实这个装修工人 跟埃及爸爸进出大楼的时间点 经过比对之后是没有重叠的 那这样是不是表示说 大楼甚至是我们的社区 早就已经有多条传播链 谢谢 有什么隐形的传播链 那当然都有可能 那也是我们一直要做 这疫调去厘清的 本土今天新增了两例 不过当然最受关注的是 台北市这一例 松山区一个国一的小朋友 所以现在整个台北市 跟新北市一大堆人 很多学校通通是停课 跟预防性的停课 还有很多人是自己 请了防疫假在家 不敢去上学了 不过来看到的是 因为埃及爸爸 他的哥哥跟表哥的抗体 的检验结果是阴性 因此罗一军就说了 他们的感染时间很短 有可能会改例为本土病例 那么在丁业也公布了 这个叫做埃及爸爸 和太太的足迹 那么他们曾经有去过 很多的量饭店 包括了这个全家 还有去过了中和的 一个富幼用品店 还有去这个板桥的 加勒福的超市 以及蛮常去这个全家 有两家不一样的 全家便利超商 要提醒板桥 和中和地区的民众 要特别留意了 装修工人 疑似是因为进入到了 板桥社区维修 因此而染疫 不过因为它的户籍 是在台北市 所以Delta病毒是不是已经正式 攻进了台北市区呢 台北市教育局就说了 文山区有国中 还有幼儿园 因为有确诊者的足迹 重叠是预防性的停课 松山的这个国中 是有学生确诊了 全校停课一天 那么另外确诊者的 家人读的国小班级 也预防性的停课 所以这么多的学校停课 目前台北市 是有四所学校预防性停课 新北市有6000人左右 是自己请了自主的防疫假 在家根本不敢去上学了 好 学校呢 这个学者就说了 Delta恐怕是有 好几条的隐形传播链 呼吁要赶快升级 还要广筛 不过苏贞昌院长 陈时中部长都说 现在是没有升级的条件 立文 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要升级呀 可不可以把标准给说清楚呢 没有升级的条件 他讲的语气 好像我们很想升级一样 我们真的不想啊 我们是无奈 我们是怕真的危险 所以才在问说 是不是应该要及早防范 不要等到扩散了以后 才要升级会不会用慢半拍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幼儿园群聚 确定是Delta入侵 台湾人心惶惶 但其实早在今年6月中旬 澳门就通报一例 台湾输出病例 一名59岁男性15号 裁检阴性17号飞澳门 入境时检测却出现 阳性确认是Delta变种病毒 这个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Delta病毒 其实是不容易挡的 这个病毒它存在台湾 一定是从关口破口进来的 认为是境内的机会比较大 不管是埃及爸爸 还是机师传播Delta病毒 医师认为 关键就在国内居家 隔离天数不够 才让Delta病毒有可乘之机 好 因为传染源不明 所以很可能Delta病毒 早就已经在社区 隐藏着在慢慢的传染当中 那不管怎么样 这些病毒一定是从国外来的 那到底破口在哪里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出了漏洞 所以才会让Delta 渗透到了台湾境内 好 现在大家都在问 新北Delta群聚的源头究竟是谁 那我们来看一下医界的意见 医师就说了 不排除是多条的传染链 换句话说虽然 看起来是这次幼儿园开始发病 但是不排除是多条传染链 并不是单一的传染链 所以你看看装修工人 也不过进大楼这么短的时间 难道就染疫了吗 所以这个是不寻常的 好 另外也有专家就说 偶尔加龄都是一种假象 因为在社区里头 在台湾要清零恐怕都是假象 永远都有蛇在冬眠 换句话说 很可能是无症状的 正在传染当中 大家没有警觉 因为毕竟我们并没有普筛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万一哪一个发病了以后才发现说 已经不知道源头在哪里了 所以伊斯林士丰他也讲 早在6月19号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澳门就曾经通报了一起 是由台湾输出的案例 而当时就说是Delta 台湾反正只要是我们输出的 指挥中心都一概否认 而且有人就讲说台湾又没有Delta 为什么会跑去澳门被验出来了呢 可是其实当时就的确是已经验出来了 那医师就说了 Delta进入社区已经是事实了 很可能早在6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了传染链了 那这当然是因为边关守护不利 不管怎么样 一定是境外移入的 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移入的 边关要怎么样谨守呢 好 那么这就是从3加11之后 一直困扰指挥中心的问题 那么指挥中心这一次就说了 要强化机组员的防疫 所采出来的措施就是要赶快地 让机组人员打第三剂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打到第二剂 还是穿透性的一个传染了 突破性的传染 问题是说打了三剂就不会突破传染吗 当然打了第三剂 防护力是会比较提高 但是现在的变种病毒恐怕不是打三剂 就可以百分之百安心的 还是一样不能够放松 关于检疫跟入境管理隔离的工作 不可以因为打了疫苗就放松 这次就是因为打了两剂疫苗 所以有机师还是传染而殆尽了台湾 好 那我们看到最近 又出现了很多防疫松动 大家开始没有落实防疫措施了 传出台中有150个林里长 出游的时候你看到 哇 就这样子大家就半桌吃饭了 虽然好像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跟指挥中心所宣布的防疫 譬如说要隔板等等的人数的限制 还是违反了规定 另外还有175个国中生 暑假快结束了 冲到高雄墾丁去户外教学 冻鬼掉了 好 这个非常重要的青春岁月要好好把握 所以暑假期间赶快还是要到高雄跟墾丁去 结果这当然也是违反了防疫规定 可能这两年大家还是要乖一点忍耐一下 不要以为说现在没有疫情了就放松 好 那么苏贞昌就说了 因为大家都在问 现在北部开始传出Delta了 到底要不要升级呢 他就说疫情稳定不用升级 还有李秉颖说 口罩就是我们的另类疫苗 大家不要恐慌 没有什么好恐慌的 打疫苗也不一定有用啦 戴好口罩就好了 所以又开始佛系防疫出现了 郑正前委员他就说了 目前除了第二类的这些 被大家诟病的高官特权 以及不明的名单 第二剂的覆盖率有到44%之外 就只有这一小撮人 其他全台第二剂的覆盖率 只有第一剂了 其实就只有4%是非常低的 那有网友说了 口罩是另类疫苗 那Delta就是最好的疫苗 感染之后不就产生抗体了吗 大家就不用怕了 不一样这就是错误的 因为一开始大家记不记得 新冠病毒刚刚流行的时候 很多欧洲的国家像英国就是这样 就说感染了之后就会抗体了 反正如果六成的人民感染 那这个我们大家就有免疫了 所以就让他感染好了 后来就发现不行啊会死人的 好所以说Delta不是最好的疫苗 网友不要随便带风向 这种错误的讯息 是不是应该要抓一下 好那现在就说了 为什么我们又出现了佛系防疫呢 警戒也不升级 入境检疫的时间也不拉长 这是四步一没有吗 不战又不合不守又不想 然后也不走 到底现在指挥中心好像 那既然你什么都不要做 又何必每天开记者会呢 也不去找疫苗 也不有家缘的措施 然后任何的这个超前部署 通通都没有 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了 佛系防疫2.0 那一屆就说 因为其实不管这个破口 到底是长荣机师 还是埃及爸爸 都显示是入境的检疫有漏洞嘛 因此呼吁笔照香港 这个入境检疫的时间 延长变成21天 而且要排检5次 不过陈时中部长还是说 这检疫措施没有要拉长 那么去年疫情爆发之前 其实民众就不断的要求说 要入境普筛 但当时的指挥中心 也坚持绝对不筛 直到诺富特出现破口之后 是正文参向中央喊话 陈时中才在7月2号说 好我们要实施入境普筛了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勇德议员 现在Delta病毒是蠢蠢欲动 但是陈时中部长还是坚持 没有要再更加强边境的管理 入境的检疫时间也没有要延长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在等什么 难道是又要等 郑文燦开口说话吗 我想我们要有长期 跟病毒作战的决心 因为这会是一个常态 那么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病毒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 所以充分足够的疫苗 国际认证多样性的疫苗 同时要准备充足 很多人打了第一剂 不知道隔了多久才能打第二剂 还有更多人没有疫苗可以打 这次打AZ 那要混打吗 下次AZ要哪时候才来 所以边境的防毒是多么的重要 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国家 我们自己会生出病毒 所以这样子的边境主角 你做的不充分 它就会变成一个破口 你要以一个严谨的标准 一个SOP 一个作为 而且是长时期的作为 我想路径会带来病毒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都是路径 比本土感染确诊的还多 那也就是说 先有路径的一路 才会有本土的确诊 所以这次Delta病毒 按照案例来讲 它潜伏期够长 往往等到发病 确诊都已经经过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以上 所以要有五次的来检验 然后有21天的隔离 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疫苗 多样性的国际认证 准备充足 长时期的抗战 我想这是必要的措施 所以对于境外的主角 是重中之重 防疫的重中之重 你不能再模拟两可 让人民磨终于事 一定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作为 一个标准 就把它隔离21天 裁减5次以上 不要让它进去社区 成为破口 我们不是有Alpha的经验了吗 成为大灾难 现在data沉沉欲动 已经进入社区 而且可能潜伏已经很长的一个时间 境外的管理 拜托陈时中 不要模拟两可 让人民磨终于事 一定要有个严谨的作为 裁减5次以上 21天来隔离 我想是必要的措施 对必要的措施 是不是应该赶紧来做 包括必要要买的疫苗 到现在是不是买够了 徐旭东今天又说话了 他说我最早就说 要申请来帮大家买疫苗 而现在讲穿了就是少啰嗦 买得到就赶快买 怎么这么烂呢 怎么这么无能呢 因为我们疫苗 会不会速度打得太慢 我们不够 我们vaccine不够 你现在想 其他有些国家 它已经打到七成八成 甚至于有的要到九成 我们才4.6嘛 好像最近晚所讲的 就是不够不够 东西里面会想要就是 来帮忙买疫苗 我已经想过了 我最早要申请买 那现在讲穿了 少啰嗦 买得到就买 台中荣总感染科的主任 刘医师说 Delta病毒的传播力 和阿法相比是高出六成 二剂的覆盖率 要超过八成 才有机会能够防堵 Delta的传播 不过现在就只有 108万人打完第二剂疫苗了 整个台湾覆盖率 4.1% 那么刘医师提到的是 打完第二剂的民众当中 其实第二类的官员是高达44% 但是陈时中部长却说 疫苗接种满12周 抗体虽然会下降 可是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言下之意是说 有打过疫苗就好了 反正加减打加减有抗体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我们可以看到 郭台铭很努力在催BNT的疫苗 那么他说 今年一定可以到过800万剂 而且周周有获到 好 所以台积电郭台铭 此剂看来是蛮用力在催疫苗的 那陈时中部长现在他买的疫苗 不是到货率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是很好吗 他到底是没催货还是催不到呢 我必须说我们的政府 每天这是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到一个极致 陈时中又在那边讲说 打一剂就有保护力 什么超过12周以上 啪啦啪啦讲一堆 你不是昨天 前天才跟我们讲说 高端打一剂去测抗体 是没意义的吗 那是怎样 那打一剂到底是有保护力 还是没有保护力 到底是要打还是不要打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们到底想要讲什么 事实就是 Delta其实已经在台湾了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而且已经不止一个地方出现 那我们心头都要做好准备 Delta的传播能力 台湾基本上 你要再把Delta赶出国门 是很困难 你要再清零也是很困难的 那重点是要增加国人的保护力 那要怎么增加 只有一个办法嘛 就是打疫苗嘛 绝对不是李明寅讲的戴口罩 如果戴口罩就可以保住的话 那太好了 我推荐李明寅马上去 得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大家都不要研究疫苗啦 大家戴口罩就好了 对不对 全世界这么简单的事情 全世界只有台湾人发现 这胡扯什么东西嘛 重点就是赶快去买疫苗啊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政府 吃了扇着铁的心 他就是不要买疫苗 你看这郭台铭 弄了1500万剂疫苗 进来他一副好像 你真的是多余的 你看刚刚徐总市长 他讲得很明显啊 我当初就讲了啊 他们嫌我多余 叫我少啰嗦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府非常的奇怪 你不但自己不买 连别人要买你都嫌麻烦 那到底是怎样呢 好吧 就算你们力推高端好了 我拜托你高端也升出来啊 你高端现在先升个500万机 给我看看啊 你也升不出来啊 那请问一下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那是怎样 我们就空手在那边 难怪刚刚有人 有网友比喻嘛 他那个陈时中 就跟当年的叶明琛一样嘛 就是不战不合不守嘛 不想不死不走嘛 就在那边佛系了嘛 完全在那边束手就擒嘛 就是这样 那叶明琛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 是因为他迷信 那个吕洞宾会来救他嘛 他认为15天之后这一次消灭嘛 那个英国人自己会跑掉嘛 那现在你陈时中是认为是怎样 是到了年底 Delta会自动消失 台湾真的是天降伏地是吧 如果真的这么神 那防疫指挥中心现在就解散嘛 反正我们大家就等嘛 等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消失嘛 不能够这样子嘛 拜托 防疫指挥中心要用科学的态度来防疫嘛 你们的责任就是赶快去找疫苗 我们的责任就是请洗手 戴好口罩 大家同心协力 才能够挡住疫情嘛 那如果有一方在那边怠惰 什么也不做 那请问一下破口是谁 破口不就是你防疫指挥中心吗 真的拜托 如果你们这些人不试任了 也没有能力担当了 赶快自己请职下台 不要学叶明称 叶明称最后人家至少还有骨气 是绝食而死 陈时中你打算怎么负责 那你觉得他是 催货催不到还是没催货 他根本就没去催嘛 而且我现在根本认为 他不敢催 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其实 郭总也没有买很多 郭总才买一千五百万剂 结果人家可以催到周周到货 那请问一下 我们莫德纳定505万 AZ定了一千万 那为什么他连吹都不敢催 问都不敢问医生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在疑惑 我们的约到底是怎么签的 为什么郭台铭可以去要求人家 你卫福部 你还是一个国家 至少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国家 你都不敢去跟人家催 你是不是中间有跟人家什么安排 你是不是签了什么不平等条约 你要把条约拿出来给我们看 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疫苗不够呢 苏院长说了一句话 让大家觉得说难道他是亲自来认证了吗 苏院长说 当我打了第二剂疫苗的时候 就代表疫苗的量已经足够了 网友就说 所以是亲自来验证说 疫苗现在真的不够吗 只有近亲繁殖的二类才够吧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不够啊 那么有人说难道这就叫做天下大乱 情势大好吗 到底谁情势大好呢 哇我们来看一下高端疫苗 8月份的营收7亿2800万啊 因为8月份 卫福部封肩通过了86万剂 因此政府要给他的钱 已经入账完成了 那么一人黄登会一家人呢 他们在9月7号也接到通知 要求他们全家人都必须要 预防性的居隔5天 可能是跟有确诊者 是不是有逐期重叠了 好那但是呢 这消息传开之后 有网友竟然去出征 因为黄登会的太太没有打疫苗 哇就去骂他们说 哇高端疫苗你们看不上眼 是自己去挑疫苗 所以没有打过疫苗 难道不用检讨吗 黄太太也很不高兴 跳出来反击 她说不是本来就让大家 可以选择你要打什么疫苗吗 我自己的身体 我想打什么安全 我当然自己挑选 有什么不对吗 好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叫做 简家育的医师 他是这个一届挺音后援会的医师 他跳出来说 古巴是以没有受到国际认证的国产疫苗 来帮古巴的两岁幼儿打疫苗 台湾的成年人现在对高端疫苗的反应很冷淡 那高端既然这么安全副作用又低 我们应该要比照古巴 让青少年跟幼儿直接来打高端疫苗 这个简医师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他过去最有名的事迹是在2005年的时候 公布了当时的台中市长胡志强的病例 一个医师可以公布病人的病例吗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事件议员了 苏院长说当他打了第二剂的疫苗 就代表我们的疫苗数量已经足够了 网友的解读是说 院长认证现在我们的疫苗不够了 另外就是说 古巴是一个共产国家 所以我们真的要像古巴一样 把这个没有国际认证的国产疫苗 拿来给两岁的幼儿打吗 绝对不行 这位简医师的这个说法 我真的高度存疑 也就是说青少年跟儿童 还有老年人一样 是我们社会最需要去保护的对象 所以不能开这个玩笑 当社会因某一些因素对高端存疑的时候 连施打给成年人都存疑的时候 怎么可以用到我们最需要去保护的 青少年跟儿童 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这个货到付款 不管买得好 好不好 不管这个适不适当 货到付款 这是所有生意的铁律 所以付钱给高端 我倒是 我觉得我们全体国人没有什么意见 好不好 那以后再大家可以检讨 这个好不好 这个疫苗 但是我是觉得院长讲话要谨慎 我可以体谅苏院长这句话 他的用意 他是说那我自己也跟大家一样 都没有打第二剂也是冒险 可是疫苗不够就是不够 我觉得不能因为你个人 也跟大家一样 因为疫苗不足 所以你没办法打到第二剂 这本身是一种冒险 可是如果因为疫苗不够 引起了后续的一些祸害的话 这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承担得起 个人你要冒险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这是整个国足的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 因为上一次五六月的疫苗危机 小英总统已经出面解决了 他也赶紧授权台积电 郭台铭实际他们赶快去购买 那也争取了国际疫苗的资源 但是很明显的 苏院长在五六月疫苗危机的时候 他确实是误判 没有想到说疫情加剧变化 国内疫苗荒的问题 至于说刚才寒冰那句话 我倒是觉得 我有点看法 我是希望说 就是说寒冰说要不然你高端 去升出来升个五百万去 我们给你买五百万去 这个因为已经很多奇迹 已经发生过 就高端也已经有过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已经封肩测试多少的 那我们买了就是 那有订了有买了还没交出 那我们就照 按照自然的情况就好 这个我认为任何的说法 会加速一些奇迹 那我最后补充一点 这口罩就像盾牌一样 我们可以抵抗病毒的侵入 可是当病毒侵入到人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攻击性的武器 要有毛才可以 要有办法跟病毒作对施杀对抗 所以矛盾要并用 不能只重视一个盾牌 要不然你如何杀敌 所以这已经是不争的铁律 我希望行政院能够听得进去 因为你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 所有的资源都在你手上 赶快重视疫苗 赶快去加减采购国际疫苗 苏院长现在既然是 我们的疫苗量到底够还是不够的 重要指标的话 会不会呼吁他应该赶紧打疫苗 其实苏院长 我觉得以国家安危为重 他们这么重要的位置 其实即便疫苗现在不够 他率先施打第二剂 我们人民我们社会都能够接受 但是我希望这一句 他不必特别的去凸显 因为现在疫苗不够就是不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回回到庶民大头家 苏大压院长昨天亲自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了五杯券使用的细项以及样张 不过记者会上的背板 有一句话让大家看了 这个是张大的眼睛 他说五杯券是政府替全民出一千块 这句话意外点燃网友的怒火 因为政府的钱难道不是老百姓 交的纳税钱吗 他第一次讲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骂了 然后他现在还要把它做成一个 这么大的背板 真的是怕老百姓没看到 怕老百姓不生气吗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骂凡人 应该帮助小摊嘛 小吃摊嘛 都是这些大卖场都拿去了嘛 好像有些徒律他们那些人 而且叫他发现金 这直接回到户头多简单呢 化检违反就是他们的本事了 他们专门干这个事情 你如果有人帮你讲话 不管是透过他的工位 还是透过立法委员等等也好 那当然就是可以有压力 他就会所谓的调整 但是像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话 大概也就是呼叫也没有人听 最基层 最弱势 最需要纾困 但是最没有关系 所以也最容易被政府给忽略掉了 好 就是这张图 大家真的是骂翻了 这个小小的人是苏贞昌 你看他又开始了 他最喜欢的盛大记者会在行政院召开 这个有没有 这一根又拿出来了 然后后面非常大的背景图 真的是所知不少 花很多钱 三倍券 五倍券 好 三倍券一千块政府出 然后中低收入市的民众 一千块由政府来出 这边政府替全民出一千 好慷慨 好像是苏贞昌帮我们大家出一千 你有没有搞错 拜托你 你这个位置叫做公普好吗 你的老板你都搞不清楚是谁吗 所以网友就骂翻了说 政府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吗 不就是我们的纳税钱吗 又不是你制造药包 好像你很大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 favor 好像你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好处一样 我们还要感谢你了 然后网友就说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人民的纳税钱就是民进党的钱 难怪他讲得这么的自然 那也有人说你是吃老百姓豆腐吃得太习惯了 是不是啊 苏贞昌说不只是这样 去年三倍券可是创造了一千亿的效益 就是这个数字在哪里 是怎么算出来的 给我们这乒乓一下嘛 然后他还说 去年的零售跟餐饮的零售 创历史新高耶 那不就好棒棒 那不就是完全没有疫情被冲击到了 经济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不是这样 台湾经济好是因为制造业出口非常好 但是服务业零售业是惨兮兮啊 怎么可能因为三倍券 让他们创历史新高呢 那你过去历史是有问题了 今年的五倍券还不止 去年一千亿 今年会有两千亿喔 是在做梦吗 做梦比较快 美好的梦啊 有梦最美啊 但是你这两千亿 是怎么算出来的啦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是在拼经济吗 是要来创造两千亿的经济效益吗 我们现在不是在纾困吗 疫情不是又来了吗 老百姓活不下去吗 怎么会目标定义 搞得这么模糊跟混乱呢 王美花经济部长更天才了 他今天很开心喔 很得意跳出来告诉大家说 我跟你们讲 去年你们都一直骂三倍券 22亿的成本太高了 今年五倍券不但没有加倍 而且还减少了 只有用了20.85亿 我们省了快2亿耶 好棒棒喔 你发神经啊 我们是希望你20亿都省下来 你有没有搞错啊 王美花 你会被一个堂堂的经济部长 结果把你们的聪明才智团队的能量 全部浪费在怎么去省下 这1亿多的钱吗 很简单 你浪费这力气干嘛 直接20亿通通省下来 发现金就好了嘛 哎呦 这这样子让我们真的是很头痛耶 好我们看到这个五倍券的规划用途 结果呢调查之下发现 会用在生活用品上面的 到达快七成耶 66%的人拿到了五倍券 民众要拿去买什么 买生活用品 你现在根本连八大行业 都通还没有开放嘛 大家要怎么样去 消费娱乐不可能啊 疫情也还很紧绷啊 难道要叫大家出去群聚吗 也不可能啊 现在大家苦哈哈 很多人没工作 店都倒了 他当然是拿来做 基本的生活用品啊 不然你还希望大家做什么样子 奢华的消费吗 真的是非常的不使人间烟火啊 所以啊你看 连电商业者都跳出来讲 因为这次五倍券不是说 也要让大家可以用在 使用在电商上面吗 那因为电商 其实是最不受疫情冲击的 反而是实体的小摊商是最惨的 结果呢 现在呢连电商都说了 疫情又起了啦 你实在是不看好 能有多少额外的挹注啦 因为一个疫情 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让大家出门消费嘛 然后呢连电商都说啦 疫情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其实实体通路还是门可罗雀 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振兴的效果 五倍券有用跟没有用一样 所以他在想电商自己想 所以政府才会考虑纳入电商 因为呢实体通路 大家不敢出去买 那会怎么办 赶快纳入电商 五倍券使用的数据才会怎么样 好看一点啊听到没有 连电商自己都这么讲了 那表示你这个五倍券 是非常不实际的 而最需要纾困的小摊商 小店面 实体的店面 完全没有办法受惠 疫情又来了 所以苏贞昌 从头到尾搞错重点 浪费时间 浪费公堂 浪费所有的纳税钱 最后呢 可怜的小老百姓 等着纾困等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的规划 有很多的好康 是要数位绑定之后才会有的 这很显然又不是要让小摊贩来赚的 先前苏院长说 三倍券带来1000亿的经济效益 现在又说五倍券会带来2000亿的经济效益 所以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个惊人的数字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因为你先前说过 说书院长的五倍券是 惊天地气鬼神 所以既然五倍券这么神 对经济带动的效益这么好 那不是应该多发几次吗 那是不是说这个 这次是要发来 到底是要来振兴谁 电商是不是也说 可能又是电商要赚走了 原因13年前 马英九发行的消费券 错误就是去印制消费券 因为他开启了这个烂伤之后 硬制还有发行以后对领 这些行政费用就花20几亿 这是一大错误 我觉得苏贞昌 又如法炮制了这个错误 只为了一点 就是为了凸显说 他是最高的行政领导人 所以他要 就是让大家可以历史上 记他这一笔 我是不再去多讲 不再去赘述过去的 我只希望说 因为现在我们社会的心情是这样 就是说不要再讲什么牛排 刺身米 鱼翅 鲍鱼 不要 你就赶快 你端一碗卤肉饭来吧 你来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了 我们全民都准备好了 你一发放鲁备券 我们就普天同庆 举国欢腾 但是我希望苏院长 你昨天拿着那个撞球杆 你吃点人民的豆腐就算了 这个小吃小结就算了 我们成全你 但是我希望有两点他不要犯 第一点 三倍渐的经济效益 审计处已经公开驳斥 已经指出那些错误了 请问审计处是审查所有 我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所有你的支出 对不对应不应当 他在做指证的 希望他不要对审计处的这些指证 视若无睹 还继续在讲什么经济效益是多少 不要再用这个方式 第二点我希望他理解 就是说发行这些券 就像在玩大富翁 现在不只他发行 现在提委会 农委会 文化部 什么动支券 义放券 都来了 农油券什么都来 我希望那个就这样到此为止 不要一直玩 一起玩 一路玩 不要 玩完就算了 也就是说我们人民是 计划行政院干大事 要帮我们国家做国土规划 比方说县市如何合并 升格税金的分配等等 是希望他们去做这些 帮我们国家经济规划 包括我们缺水缺电 未来缺工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是要去做这些 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简单的事 复杂化 竟干一些 人民已经知道了解的事 最后第三点我希望 他们不要再做知军 做知识 不要指导人民的生活跟消费 我们台湾人 这个要去哪边玩 去哪边吃什么用什么 这个不用你教 不用你教 那我们选这些公职出来 也不是要你们来指导说 人民怎么消费才叫振兴经济 人民怎么消费这个替代性消费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这些话他们能听进去 也就是小英总统在五年前 就职的时候就讲 他就跟所有政府百官百律 就是讲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我希望这些话他们能够听进去 现在Delta疫情让大家非常的担忧 会不会是已经进入到社区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发振兴券对大家来说 还不如现金比较实际 老百姓心中现在只希望有疫苗可以打 而且有社区的安全Delta不要入侵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蔡总统 在脸书上的po文 确实要大家赶快去打疫苗 不是连苏院长都认证说疫苗不够吗 今天让大家去登记 很多人说要去抢第二剂的AZ 结果上网一看全部都已经登记光了 哪有什么疫苗可以打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因为最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总统很多时候都是说 你们大家要好好去跟社会沟通 好像总统很超然 好像总统没有什么话要说 很多人说是神隐少女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 就是促转会跳出来说 要把奖公的铜像给拆了 总统又说 你们要好好跟社会来沟通 但是有人就说了 这时候为什么要抛出这个风向 抛出这个话题 难道拆了铜像之后 Delta病毒就会消失吗 如果不会的话 是谁要做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说蔡总统 是这么样子的超然吗 还是说其实是根本有人 故意要抛出这个话题 是要来这个 带风向要转移 没有疫苗的焦点吗 老实讲蔡总统一直在脸书上 叫大家去打疫苗 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打 我一直都想要去登记 你也不让我登记 你根本不让我打 我没有疫苗可以打 台湾还有超过一半的人 没打疫苗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有一千多万疫苗 在手上吗 你也没有 所以你根本没有疫苗 然后拼命叫人家去打疫苗 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你每一轮每一轮 都要限定资格限定年龄 你会限定资格限定年龄 就表示你疫苗不够 你看国外人家是开着车 到处去求人家打 还弄各种像大乐透一样 送汽车送房子 叫人家去打 如果疫苗够是这样子 那蔡总统过去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他每天晚上不睡觉 都要帮我们打电话 去跟人家争取疫苗 那很简单 拜托蔡英文总统 拜托你这几天晚上也不要睡觉 你赶快打电话去美国 因为美国上个礼拜 才出现消息说 他们有1500万的疫苗直接报废 根本没再用 那显见美国快要到期 疫苗非常多 你就打电话去跟美国人讲 你们不要的快要到期 疫苗全部送来台湾 让我们台湾人打就可以了 你扮成这一件就大公一件 民进党2024会被连任就靠你了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那这个时候去提什么 讲公同项要不要拆 老实讲这已经是 这个是老太婆的国脚部 这又臭又长了 已经拖了包多少年了 你们真的要拆就去拆嘛 老实讲上次你们把中正经验堂 改成自由工厂 老实讲 大家要感到什么转型正义吗 生活有边比较好吗 跟你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吗 那现在为什么要提 第一个要转移现在 他们执政所面临的窘境 第二个你去注意看他的死产 他一路要谈到明年四五月 才开始决定要不要做 那干什么 刚好又可以应对到明年的选举 再来炒一波 再来炒这波什么转型正义 然后又可以把很多国民党过去的丑闻 全部都抓出来再批一遍 反正就是不断的边撕边撕再边撕 然后我跟大家保证 这中间他们到最后还是要留着 为什么 因为下次选举才好继续用 就这么简单而已嘛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拆 赶快拆 那我也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 昨天坚哥也听到我的建议了 你直接把他改成什么 把讲床拆掉 好像丢出去没关系 你要丢到哪里随便你 然后在那边立个什么 立个范云的雕像在那边 把整个堂改成叫三加十一 送诞者纪念堂 范云就可以跪在那边的雕像 然后陈时中 苏生昌 蔡英文 你们全部跪在旁边 这样的建议我非常支持 如果需要钱的话 我那五倍券不要 全部送给政府你去盖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如果要转型正义 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转型正义 不是以前过去的事情要转型正义 现在也需要转型正义 若富特的事情我没给你算 三加十一的事情我没给你算 现在整个疫苗政策适当的事情 我们也都需要转型正义 其实现在讲到疫苗 真的是对执政者来说很不讨喜 所以最近有很多的议题纷纷出容 包括了张军宁 他卷入了台卢的风波而遭到了出征 入委会谁能发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来发表一些看法 立刻跳出来表示 这就凸显了两岸价值的差异 提醒台湾艺人应该要审慎的评估风险 以前蔡总统不是说 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认同而道歉吗 但现在很显然 如果说没有看到我们的陆委会来挺说 我们的子民在外面好像受到了委屈 而是说你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勇德议员 这艺人想要到对岸去发展 但是因为有广大的市场可以让他来挥洒 但是现在陆委会的做法 是不是等于是要求你说赶快选边站 张军宁遭出征 说他是台独人士 这是11年前的事情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听过张军宁有什么政治表态 政治语言 倾向台独的言论 或者轻忠 没听过 我倒是看过他很多的陆剧 影剧 历史剧 也演绎非常的精湛 可是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有所表态 有所正式语言 是台独还情忠 这是11年前的往事 是他在中央大学 产经研究所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我国演绎人员 经济管理之法治问题 我国 他的硕士论文 我国是台独吗 他连他的论文的日期格式 中华民国99年7月 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吗 也是台独吗 在台湾写论文 他说我国演绎人员 我国是台独 他的中华民国的日期格式 你说是他台独 这不是齐心可意吗 我们多数的演绎人员 多索到大陆发展 因为怎么样 市场够大 舞台够大 可以发挥他的能力 他的才华 他想要赚钱 他想要生计 无可厚非 而且一海之格 对不对 够近同文 同总 同语言 对不对 国军 还好贪钱 只要不涉及政治的议题 我们都能够接受 但陆委会是什么 你是大陆工作委员会 不是台独工作委员会 你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一个协调机构 民间是海基会 跟对岸的海协会 结果现在所有的大陆跟台湾的失误 几乎所有都停摆 大陆不跟你谈 没关系 然后海基会 也几乎都停摆没有运作 那检调 检警调 国安人员 你有没有出来调查这个事件 是颜色对了吗 那你陆委会要艺人来表态 你把黑手伸到演艺圈 这是对吗 这是对的吗 难道真的颜色对了 你就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查 还要逼演艺圈 逼演艺人员来表态 还伸出政治的黑手 真是有够过分 要不要查 要不要查这个网友 激进的网友 人家没有台独 你硬说人家台独 还是十一年前的事 我国也不行 中华民国也不行 不要太过分 陆委会 不要把政治黑手伸进演艺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秋节快要到了 但是现在双北的民众 可是笼罩在 Delta病毒入侵的忧虑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秋节的这个双铁 也没有要降载的意思 还是一样很多人会大规模的移动 而中秋廉价呢 这个当然很多人说担心 就说不要烤肉了 南部县市也有首长说 那我们该吃火锅好了 吃火锅也蛮潮的 高雄则是要求北漂的民众 返香烤肉的话就必须要戴口罩 网友就说了 怎么能够分辨他是不是北漂 他到底有没有戴口罩 我们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因为先前端午节之前 陈志忠他曾经有说 北漂的人不要北毒难送 另外也包括还有人讲 什么众叛亲离等等 所以现在又要标签化 北部的民众吗 这中秋节到底该怎么办 真的是同岛一命吗 第一个用字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难听 什么北毒 什么众叛亲离 好好的一个中秋节月圆人团圆 本来是一个佳节 大家团聚的一个好时光 在这个时候遇到疫情的时候 就开始自己内乱了 我觉得第一个 黄伟哲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觉得 吃火锅比吃烤肉安全 因为你烤肉多半会在户外 其实反而比较安全 在通风户外的地方 那你火锅 难道你会去公园吃火锅吗 不会吧应该都在家里吃火锅吧 那你在吃火锅不是更危险吗 所以这个其实好像跟我们平常的防疫常识是相违背的 那另外就是说什么叫做北漂的人戴口罩 难道在南部高雄台南都没有人戴口罩吗 大家不是通通都要戴口罩吗 你只要出门就是一定要戴口罩 不管你在哪里 不要在这个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忽然间 人家苏珍昌跟陈时中不是都跟我们讲说 疫情安不用担心不用升级吗 为什么南部县市的这些民进党的首长们 好像开始有点在危言耸听了 大家真的很怕台北的亲友回家团圆吗 是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打电话叫台北的小孩 不要回家就好了 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我觉得真的大家就是要把所有的防疫工作做好 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但是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给我们足够的疫苗 那对于老百姓来讲 勤洗手戴口罩 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已经够乖够听话的了 现在台南高雄是没有疫情 南部是没有疫情 但是这种东西是很难讲 当时南部也有这个磐石剑不是吗 谁说只有桃园机场进来 然后到了台北才会有疫情呢 台中也有台中港 我记得前一阵子 不是因为台中港 大家还紧张了一下 我觉得同岛一命 在这个时刻不需要去制造这种 不必要的一些恐慌 或者是轻疏感 或者是一种 好像把北部人标签化 我觉得妖魔化 这些都大可不必 真的没有这么的恐怖 但是虽然没有这么的恐怖 那是因为我们人民自治 并不代表政府没有提供疫苗的责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内容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先前因为疫情而降载的双铁 因应中秋连假 现在都提高了运量 要来拼书运了 所以中秋节是大规模的移动 可是不是Delta已经来了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因为这个跨线式移动 是一项在防疫上 是很令人担忧的 先前去年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就说像是大甲 绕境都要暂停吗 怎么这回政府好像老神在 在对Delta病毒不太担心吗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明明你看南部这些县市首长 民进党自己执政的县市都认为 其实陈其蔓没有讲得很明 他基本上就说你北条就不要回来了 因为他会怕 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 当大家都会担心的时候 你还把运量提高 你是在鼓励大家回去 你造成大规模人口移动的时候 现在请问一下Delta病毒的源头在哪里 你知道了吗 不晓得 没有人知道 你确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子 直接就把病毒带到东南部去吗 所以我觉得防疫指挥中心 你一直在讲超前部署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先hold住 先把感染源全部找出来之后 确定没问题才开放 不然的话你造成这样的危险 到时候台湾一旦被Delta病毒突破 那谁都担不起 因为台湾近代必须要居住在中间